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能让童童听电话吗 等一下 童童 妈妈 爸爸要讲故事 你跟我一起听好不好 好啊 爸爸 快点开始吧 那我们来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好不好 好 有一个富翁 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小女孩以后就去世了 后来啊 这个富翁又帮这个小女孩娶了一个后妈 这个后妈又带了两个女儿过来 后来呢 这个后妈的两个女儿 天天叫这个小女孩干活 他们管她叫灰姑娘 什么是后妈 后妈就是不是亲生的 比如说 爸爸如果喜欢一个女朋友结了婚 那你就要叫她后妈 爸爸我不要后妈 童童 爸爸还没有讲完呢 后来啊 有一次王子要在王宫里面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 他要了全程的姑娘来参加 他想要在这些姑娘里面呢挑一个做他的未婚妻 灰姑娘去了吗 灰姑娘在仙女魔法的帮助下 穿了漂亮的水晶鞋和衣服 可是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她必须在晚上十二点之前要回去 因为魔法过了十二点之后呢 就会失效 他去了 后来呢 他去了 王子见他第一眼就爱上他了 他们两个就这样 一直跳舞 跳舞 跳舞 直到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灰姑娘才慌慌张张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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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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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了这个合约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再遇到什么难关 大家都要一起扛了 是啊 合作愉快 叶琴 谢谢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么好的项目 六叔叔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有时间长到家里去玩 一定 回头我再打给你 好啊 六叔叔再见 好 拜拜 再见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你怎么报答我 赶快带我吃衣庆祝庆祝吧 心意刚刚签完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费了那么大劲才帮你联络好 这么小气 倒庆祝都不肯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带我出去玩 别闹了 我真的有事情要忙 改天再庆祝吧 我 你aven还可以带我去换 你婆娘 在家里面 你个人 递很可爱 不是 女生 都不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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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